这次出征车队主要是由五辆礼宾摩托车和三辆一组两倍的航天员出征转运车辆组成 这次的出征车队有一个新的变化 大家来看 航天员的出征转运车首次是换成了红旗车队 我们再来看车牌上 写着万无一失圆满成功 凝聚着对航天员满满的祝福 礼宾摩托车护卫队是我国最高规格的礼仪之一 可以看到摩托车护卫队的队员们各个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对任务要求是要做到慢速与整齐 每辆摩托车都重达305公斤 车的时速呢 10到15公里更是逼近了摩托车的慢速极限 稍不注意摩托车就会摇摆和熄火 所以队员们也是自创了很多独特的训练方法 经过反复的磨合训练 最终达到了人车合一控制自如 航天员出征的时候 这条道路的两侧将会有很多来自各个航天岗位和处理学校的师生 他们会在道路的两侧欢送航天员出征 身处航天城我们并未感到大漠苍凉 更多感受就是处处有美景 时时有活力 现在我们明明看到的这个高大的雕塑就是航天纪念塔 它的名字叫做探索与攀登 寓意着航天人探索浩瀚宇宙的勇气和决心 还有航天纪念林 每次航天员出征前都会在这里种下一棵 寓意着成长与繁荣的胡杨树 来象征着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与壮大 那再往前走过了沈州友谊大桥 就是通往载人航天发射场了 这条出征路上记录了共22名航天员的勇敢步伐 也铭记着中国航天不断向上攀登的坚定意志 接下来我们抬头往上看 可以看到长二F火箭已经吊装完成 正在被一层一层的工作平台环抱着 当我们的头后仰到接近90度的时候 一座通体都刷着橘黄色油漆的吊车 就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 这座吊车的高度是70多米 长二F火箭平躺着进来 能够站立着出去 这座吊车的功劳是最大的 火箭平躺着卸车之后 要在这里进行吊装对接 要让长度近60米的船舰组合体 能够逐层地进行吊装对接 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这对于吊车的操作手们来说 是一项挑战性的工作 为了能够避免在吊装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会出现的视线上的误差 吊车的操作手们 也是自创了很多独特的 这种训练方法 现在吊车的操作手们 可以在高空中吊着 进行插筷子倒红酒 他们操纵吊车笨重的铁臂 就如同挥动着自己的手臂一样 灵活自如 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到丝毫不差 姐妹们总烦到脸上新闻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 放心交给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 强性水嫩 轻松腹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福福路全校精华 精华生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7月1日 本属于 50 00 20 000 6η 前几乎 blok commerce 垂直 Conan 窃 bank 19 20